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609年 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发明了第一台天文望远镜 打开了人类科学观察宇宙的大门 光学望远镜 射电望远镜 空间望远镜 人造卫星运载火箭 航天飞机 空间站 从远观到接触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人类探索宇宙的装备不断迭代升级 20世纪60年代 苏联和美国先后启动探月计划 人类的足迹第一次离开地球 体验星际旅行 到今天 人类已经可以常驻太空进行科学实验 去火星挖土取样 抵近观察太阳的脾气 甚至将目光聚焦到银河系外更遥远的星空 依靠前沿科技带给我们的神兵力气 人类在探索宇宙的征途上越走越远 今天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策划 《科学打卡犹太空》系列节目 就邀请科学家们带大家打卡这些人类的宇宙级黑科技 看看它们有哪些超能力 首先 我们就来看一个高难度的宇宙级约会 太阳表面温度高达五六千度 根本无法靠近 我们怎么才能更好地了解太阳的脾气呢 这难不倒科学家们 他们穷尽各种手段对太阳进行观测 除了设置在地面上的太阳望远镜 在航天技术的加持下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 全球发射了数十颗太阳观测卫星 组成了一个天地协同的太阳连测体系 其中甚至有一个观日神器 无惧高温实现了与太阳近距离约会 下面就请我国的太阳物理学家汪景秀 带大家见识一组人类的观日黑科技 看太阳的眼睛 今年太阳物理正面临着取得重大突破的 一个很好的机遇 国际上三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设备 先后投入工作 第一个是触摸太阳的太阳帕克探针 它会把一个探测器放到太阳大气内 可以离太阳表面只有九个太阳半径的地方 在那里近距离地探测太阳风的来源 预免加热的物理机制和太阳磁场的产生 等复杂的过程 另外一个被称为太阳轨道器 它是要以比较大的轻角 大概最大能到三十多度 那么掠过太阳的极区 并且能够窥视太阳极区的物理图像 第三个是四米量级的 叫The Kiss的太阳望远镜 它是一个目前为止 实际上最大的太阳望远镜 它已经试运行将近了快到一年了 它的科学成果很快就要发布 我们这里着重讲一讲PAC探针 PAC探针要进入到太阳大气 相当于九个太阳半径的地方 要穿过高温的日冕 要进入日冕里面解密太阳风和日冕加热之谜 所以这里有许多奇数的挑战 在PAC探针之前 没有任何探测器 如此接近太阳 它面临的最大挑战 就是要穿越超高温的日冕层 抵御日冕层中 高能粒子的轰击 为此科学家们为PAC探针穿上了一件黑科技防热盾 这个防热盾外面白色的陶瓷图层 可以反射绝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热量 而里面则像一个汉堡 有两层碳碳复合材料夹着约11厘米厚的碳泡墨 不仅以极轻的重量实现了高度耐热 还可以在高温环境里保障精密密气正常工作 那么中国太阳物理学家也在努力紧跟 那么我们国家空间科学实验卫星 西河号和先进天机太阳天文台跨幅号 先后的发射到太空 实现了双星驻日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西河所观测的 太阳的这个射球的单射像 这边看到的是跨幅的硬埃射线的成像观测 硬埃射线的成像观测非常成功 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先进的位置 这是跨幅一号上的赖马阿尔法 这个浦线在卫星平台上还是第一次被使用 那我们看到了这里的日耳爆发 另外左边又给出了跨幅号和西河号 对于同样对象的观测 大家看到都非常的准确和形象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跨幅一号开启的 注意之旅的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对太阳磁场的观测 我们的先进天机太阳天文台 在右侧所观测到的纵向磁场的图像 跟左边美国太阳洞磁天文台 所观测到的这个磁场的图像是一样的 这里是用颜色来代表磁场的极性 白色代表正极 黑色代表负极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国家的空间 太阳望远镜已经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虽然全球已经有几十颗探测卫星 时刻关注着太阳的脾气 但是太阳上还有一个特殊的区域 人类的探测器目前还从未涉足 这就是太阳的两极 全球科学家仍在为此而努力 为什么一定要观测太阳的极区呢 它对人类有怎样的意义呢 在太阳持活动起源的一个问题上 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就是太阳发电机的理论 这个理论呢 就是说太阳的极向磁场 就是沿着南北两极的极磁场 它如何自发地转化为活动区的磁场 然后活动区太阳黑子呢 又如何转变为极区磁场 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里呢 极区的观测就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人类真的知道极区吗 我们从来没对极区实现过成像观测 我们不知道极区的磁场 流场 极区的自转的速率怎么样 极区有没有晶圈环流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对这样一个树面磨面的区域 它就限制了太阳物理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真正要回答 这个重大的科学问题 就是太阳持活动周的起源 我们就必须了解极区 正因为这样呢 所以这个学术界一直在努力地做这件事 这是在去年我们发的一组文章 在《科学图报》发表了 关于太阳力碳车烟雾的设想 这个设想就是说在日地黄道面上的 四个拉克朗日点 就是引力平衡的点 L1 L5 L4 L3 各有飞行器来探测太阳 在黄道面内 然后在太阳极区呢 极区呢 我们有两个飞船来探测太阳的极区 这样设想是非常宏伟的 到现在就是国际学术界呢 也开始提出类似的设想 太阳极轨天文台呢 是首先想把一个 这个卫星放到太阳极轨 它也是偏离黄道面 垂直于黄道面 那么也是在一个1NU的距离 也就一个日地距离这么远 来咬到太阳旋转 到现在还没有国际上的同行 提出类似的计划 所以中国学者正在努力 推进这个计划 另外中国学者呢 希望能够早于欧美 最先实现对太阳极区 磁场 速度场和辐射的神像观测 揭示太阳周期的起源 揭示高速太阳风的起源 创建全日球的辐射磁流体力学模型 这是极轨天文台核心的 科学目标 如果我们概括起来呢 那就是揭示两个起源 创建一个模型 太阳观测虽然难 但至少我们肉眼还看得见 卫星也能靠近一点观察 而宇宙中还有些奇特的巨无霸天体 它们比太阳还要大很多倍 默默潜水在宇宙深处 不断吞噬着周边的一切 甚至连光都无法逃脱 这就是黑洞 我们既无法靠近 一般的技术也根本看不到它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科学家们一直无法窥探到它的真容 经过上百年的努力 科学家们另提西径 发现黑洞不仅能够算出来 还能听得见 甚至也能看到 最终还拍到了黑洞的照片 2019年 世间世界望远镜团队 公布了人类首张黑洞的照片 人类首次看到了黑洞真实的样子 为了看到神秘的黑洞 科学家们用了哪些黑科技 下面请我国慧眼卫星 首席科学家张双南 带大家见识一下 捕捉黑洞的黑科技 撒向黑暗的大网 第一张黑洞照片 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这个照片非常小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一圈是360度 一圈的360分之一是一度 一度的百万分之一 是微角秒 所以这个黑洞照片的尺寸 大概是50个微角秒 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架望远镜 都没有这个能力 把这么小的东西能够拍摄出来 既然没有我们这个照片 又是怎么获得呢 剩下的办法就是传出了一个 地球大小的望远镜 当然我们地球上任何望远镜的大小 都比地球小 但是如果我们把地球的所有的望远镜 连起来 在计算机里面 用数字的方式连起来 把它变成一个望远镜 那么这个望远镜的口径 就是我们地球这么大 这就是世界望远镜 是全世界的 一共有八台射电望远镜 让它们同时处于相关的 干涉的观测模式 让它们同时 对着那个方向来记录下来 无线电信号到达的各种的信息 然后理论家们 想象这个黑洞的照片 应该是什么样 换句话说 他们模拟计算出来 无数组假设的黑洞照片 然后用这些理论假设的黑洞照片 再输入到这八个望远镜里面去 八家望远镜分别 让产生八组数据 用这八组产生出来的数据 和观测数据做比较 如果一致的话 我们就认为理论家们 猜的黑洞照片猜对了 有无数个照片 都能和观测的八组数据对得上 那就要决定发布哪个照片 最后大家说 还是这个漂亮 就发布这个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科学的理由 但最终大家还是要同意 这个是最漂亮的一组照片 所以这里面有人类的审美 世间世界望远镜团队 利用多个望远镜 连接成超级望远镜 再次捕捉到一个黑洞的踪迹 2022年5月12号 他们公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黑洞 银河系中心黑洞的照片 这种全球大协作的方式 让极具挑战的 不可能实现的科学目标 变成了现实 科学家还发现 黑洞不仅能看到 还能通过引力波 听到黑洞的声音 科学家如何倾听黑洞的声音呢 爱因斯坦认为探测不到引力波 不是说引力波不存在 而是这个空间扭曲太小了 小到什么程度呢 十的负十八十方米 这个数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距离 我们的头发丝 是十的负六十方米 比头发丝还小一万倍 换句话说 我们的头发丝上面 能够密密麻麻地排 一万个什么东西呢 一万个氢原子 但氢原子和这个 十的负十八十方米下面 仍然太大 氢原子的中心原子核 比原子核再小于千倍 才是十的负十八十方米 大家可以想象 要探测这么小的东西 而且还不是能一直让你探 只有引力波到达的 那一秒钟的时间里面 让你做车辆 这是多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些科学家 就是要挑战权威 其中就包括星际穿越的 科学顾问索恩 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 他们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在美国的沙漠上面建立 探测引力波的天门台 不但要探测引力波 要挑战爱因斯坦 而且他们挑战爱因斯坦的方式 还非常的极端 用爱因斯坦的锚 去攻击爱因斯坦的盾 用的什么方式呢 是在真空管道里面 让激光来回的反射 如果引力波到达地球 就会导致时空扭曲 那么四公里长的真空管道 一个臂变长 一个臂就会同时变短 这样激光反射很多次之后 就能够探测到这个空间的扭曲 因此就探测到了引力波 为什么用的这个方式很极端呢 原因就在于激光理论 也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 所以这帮科学家就说 我用你爱因斯坦的锚 激光来攻击爱因斯坦的盾 就是爱因斯坦你说 引力波探测不到 如果我们成功了 就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连 所以这个团队就坚持做了几十年 终于建成了地球上 最精密的车辆仪器 这个车辆能力 远超爱因斯坦事前的估计 那么他们探测的是什么呢 这是两个黑洞 相互绕转 导致周围的空间的扭曲 这个绿色的波纹就是引力波 终于这两个黑洞耗尽了他们的相互运动能量 变成了一个黑洞 他们最后这个阶段产生了引力波 开始向宇宙四面八方传递 经过了13亿年的时间 引力波到达了地球 被地球上的激光干涉 引力波天文台所探测到的 所以这个引力波的这一次的观测 不仅仅是证明了引力波的存在 而且证明了这个引力波 确实就是两个黑洞并和产生的 所以也有人说这一次的观测 终于让不相信黑洞存在的人 可以彻底闭嘴了 面对黑洞这样的宇宙奇观 人类实在是过于渺小 必须集结全球科学家的力量 才有可能捕捉到他们的踪迹 揭开其中的秘密 2017年 全球天文学家发起 并实施了一项针对太空的 空地一体 全球大连策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 前无古人的探索与尝试 这里面又有哪些黑科技呢 2017年10月份 全球的天文学家 联合做了一次新闻的发布 这次发布的主题 就是创纪录的全球空间 和地面望远的大连策 这次大连策 是从2018年 17号那天晚上开始 那天晚上天文学家探测到了 一个重要的信号 联听带看 一个重要的信号 那参加这次大连策的望远镜 在这张图片上可以看到 黄色的是美国和欧洲的三组 引力波探测器 他们听到了 以宇宙当中发出的 引力波的声音 剩下那种各种点 是地面的望远镜 太空当中一共有七台空间的望远镜 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观测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慧眼卫星 所以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家 也参与了这个创纪录的 全球空间和地面的天文大连策 这是第一次我们面对宇宙 人类不单听到了天体结合 发出的美妙歌声 而且也看到了他们相爱迸发的烟花 那么这一次是宇宙深处 一次剧烈的爆发 不再是两个黑洞 而是两个中子星撞在一起 当然产生了引力波 我们地面的引力波天文台 观测到了 然后又产生了烟花 产生了伽玛色烟爆 然后我们天上和地面的望远镜 也都观测到了 那时候我们慧眼卫星 刚刚发射 还在轨进行测试的接待 那么我们慧眼卫星 参加了这个观测 当然我们的贡献 也被记录在了 这一个历史性的论文里面 对于太阳 黑洞 这些遥远而无法接近的天体 人类利用各种黑科技 实现远程探索的目的 而对于我们附近的天体 则不满足于远远观察 比如地球的孪生兄弟 火星 按照人类目前的航天能力 已经可以实现火星登陆 既然能够亲密接触 自然要近距离观察研究 2020年7月23号 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 天文一号升空 经过202天的飞行 在2021年2月10号 成功进入火星轨道 同年5月15号 着陆巡视器 成功在火星表面登陆 一周后 祝融号火星车 安全驶离着陆平台 在火星上 首次留下了中国印记 天文一号 一次任务 便实现火星环绕 着陆巡视 三大目标 我国成功进入 深空探测 世界千届行列 作为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 天文一号的科学目标 是对火星的表面形貌 土壤特性 物质成分 水冰 大气 电力层 磁场等进行探测 为了实现这些科学目标 天文一号上面 搭载了哪些神器 又有怎样的收获呢 下面就请中国科学院院士 天文一号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首席科学家潘永信 带大家揭秘 我们最有眼力的黑科技 祝荣号上的火星透视炎 这是祝荣号着陆火星的过程 在进入火星 它先后经历了气动减速 散降减速和动力减速 最后通过一个悬停避障 软着陆在火星的表面 这个过程是极具挑战的 这时的探测器已经距离地球 有3亿多公里致远 所有的过程都是要通过 预先设置的自主控制 程序完成 中国的祝荣号的落火过程 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成功 祝荣号呢在5月15号 成功着陆在火星表面 5月22日史上火星表面 这幅图像呢是在 祝荣号火星车史离 着陆平台以后 和着陆器拍摄一张合影 那么这张很漂亮的这个合影呢 是怎么拍摄的呢 它是通过一个分离相机 在不远处进行了合照的拍摄 左侧呢就是祝荣号 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上面有两个眼睛 也就是它的导航相机 这个两侧有两个长线 就是它的雷达的接受天线 它的一些科学的载荷呢 也就在这个车上 这个车它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 200米 这在火星上已经很快了 它的爬坡的角度可以达到30度 这是我们的祝荣号 在形式火星表面上留下的车质额 留下了中国的印记 一个中字的形 祝荣号降落的地点呢 就是在火星的北部一个地地 叫乌托邦平原 它也是火星表面的 巨大的一个撞击坑 就对这个地区呢 开展它的地形地貌 它的物质成分 它的环境 它的地下的结构 以及它的气象等等探测 在巡视车上 它搭载的载荷 有多光谱相机 有地形相机 有次表层的雷达 也有磁场探测仪和气象测量仪 祝荣号的探测的方式呢 它是采取了编组编探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前方的一个感兴趣的一个石块 构成技术人员就把这个车呢 就驶向这个石块 用这个多光谱相机 对它进行成像 我们采取它的这些成分的一些信息 就像给火星上的岩石做一次全面体检 祝荣号的多光谱相机 能针对某一个目标拍摄八张图片 根据每张图片不同的光谱波段 判断火星表面物质的成分 研究火星地质演化和气候环境变化过程 寻找可能存在的水资源等 而另一台表面成分探测仪 则像一个微型的自动实验室 它首先发射一束高能激光 打在岩石上 局部的高温 足以把岩石从固体变成气体 并在冷却过程中产生等离子体 通过光谱分析 科学家们就能确定岩石的化学成分 这有助于我们揭示火星过去的水文环境 火山活动 以及生命存在的线索 天文一号环绕器定期将 祝荣号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 但它距离地球最远时超过四亿公里 如此遥远 数据该如何传输呢 科学家们特地为天文一号 量身打造了一套超级天线 首先 我国在新疆喀什 建设了三面三十五米口径的天线 与已有的一面 组成等效七十米口径的天线阵 在天津五清 建设了亚洲最大的七十米口径 全可动天线 并与北京米云五十米口径 四十米口径 以及昆明四十米口径天线 异地组阵 合成等效一百零三米口径的 巨型天线阵 实现科学数据的高速接收 这一套天线组合拳 让地球与火星最远相距四亿公里时 也能达到两兆的传输马率 火星距离地球有数亿公里资源 它的科学的探测就需要这些探测器 收集它的科学的数据 通过长途的通信号 来传回到地球的表面 通过我们特定的这个频段 传到我们地球上的地面站 来接收这些信号 科学家再来解译解码这些科学的数据 形成数据的产品向科学家发放 我们传号迄今为止 它在这个着陆巡视区 已经行驶了1921米 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宝贵的 第一手的科学探测数据 包括了地形 地貌 物质成分 雷达地球物理的信息 以及它的磁场的信息等等 这为我们中国人开展火星的科学探测 进了宝贵的科学数据 在这之前中国科学家 也只能够用国际上开放的一些数据 所以这次朱镕浩能够获得的 第一手的科学数据 中国科学家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骄傲 人类并不满足于派机器人 登陆地外行星 实地探测 最好还能把其他星球的土壤带回来 慢慢研究 最先实现这一目标的是美国 他们带回了月球的土壤 我国探月计划起步较晚 但是进步神速 我国的长额五号 带着采集月壤的重要任务 着陆月球 在静静的月球上挖呀挖呀挖 最终挖到了1731颗月球土壤 但是要想把这些珍贵的月球图特产快递回家 可不容易 返回器进入大气层时速度太快 摩擦力巨大 发热量太高 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接收这份特别的太空快递 我国科学家独创了一项超炫的黑科技 控制快递速度 接下来就请长额八号任务总设计师 陪赵宇 带大家欣赏我们接收太空快递的黑科技 太空水漂 有一个难处 也就是取样返回 的时候交汇对接 由于上升器的重量 远远的小于轨道器的重量 如果我们采用碰撞式的对接机构 去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的对接的话 那可能轻轻一碰 上升器就飘走了 所以我们用抱爪式 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轨道器这边 装了三套这样的抱爪 我们在上升器那里 就装了三套的合作目标 通过抱爪抱住三个杆 然后拉紧 这样就完成了稳稳的对接 在对接时候 我们需要把上升器所携带的样品容器 转移到轨道器所携带的返回器的肚子之中 我们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叫做极爪式这样的转移机构 它就像毛毛虫一样 通过这个极爪的来回伸缩 就把样品容器从上升器中 悄悄地就转移到了返回器之中 还有一个难处 就是载入返回 因为载入地球的时候 其初始速度达到了将近11公里每秒 我们平时地球轨道的载入速度 是7.9公里每秒 这多出来的3点几公里每秒 就会对我们返回器的状态 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个是力的影响 这个力的冲击要比7点几公里要大很多 第二个是热的影响 由于这个速度高摩擦大 产生的热的量也会增大 我们就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我们采用了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通过打水漂的方式 使这个返回器通过两次载入地球 来实现分段减速 当它第一次以11公里每秒速度进入的时候 经过地球大气的时候会给它一个减速 然后让它再飘出这个大气层 这个时候它的速度就降到了7.9公里每秒 等它第二次载入大气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打水漂的方式 通过两次减速来实现缓解力的冲击和热的影响 实现了任务的圆满成功 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 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科研材料 有助于人类更充分地了解月球的结构和演化历史 满足我们千百年来对这轮白雨盘来历的好奇 但是我们的太月之路远不会就此直步 我国载人登月和建造月球科研试验站的计划 已经正式启动 2021年中央批准了探月工程时期 我们将两条腿开始走了 一是无人月球探测 要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另外一条就是载人月球探测 也已经正式启动了 然后我们想 有人和无人的月球探测 要进行有机的结合 再往后到2050年 我想我们应该建立更加实用的月面设施 比如说月球基地 月球科研站 过去我们的当次任务 基本上都是各飞行器 直接对地通信 将来在月面有很多的活动设施 有工作目标 那不可能每一个都对地通信 我们会建立一个月面的工作网络 来集中对地通信 目前月球科研站 还处在论证的阶段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月球科研站 是跟国际合作伙伴一起来进行的 因为我们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我们希望对月球的探测 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十四月球科研站 为更多的国家实现他们的探测月球的愿望 来提供机遇 除了观测研究各种天体与天文现象 探索宇宙未知之外 太空环境对人类也有巨大的吸引力 微重力 高真空 高捷径 高能宇宙设限的 对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为了充分利用空间环境 人类创造出了空间站这样的太空家园 可以让科学家在天上生活和工作 在整个太空中 现在只有两个空间站 一个是美国 俄罗斯等多国建造 维护的国际空间站 另一个就是中国天宫空间站 在不久的将来 国际空间站将政治退役 届时我们的天宫空间站 将成为近地轨道上 唯一一个载轨运行的人类太空家园 接下来我们就去中国空间站看看 那里有什么黑科技 中国天宫空间站 目前重达几十吨 由三个舱段组成 向空间站运送航天员与物资时 运输飞船与空间站如何连接起来呢 两个旁人大物 要在高速飞行中精准连接 这离不开黑科技的支撑 下面就请中国载人航天总设计师周建平 带大家去中国空间站 打卡最后一项太空黑科技 见证一下飞船与空间站的太空之文 我们是一个载人天地往返系统 我们用长征二号载人运载火箭和神舟载人飞船 运送航天员进入载轨的载人航天器 完成它的相应的工作生活 那么飞船主要完成往返运输 能够和你要到的目的地 你需要完成一个交汇对接 空间交汇对接技术 是载人航天活动三大关键技术之一 被誉为太空之文 难度极高 国外也曾有过失败案例 1997年6月25号 和平号空间站的俄罗斯货运飞船 在一次对接中失控 撞向空间站光谱舱 产生了一个30平方厘米的小孔 并使太阳能翻版受损 结果导致光谱舱施压停用 整个空间站电力大幅下降 最终失控离轨坠落 为了攻克这项世界航天领域 公认的最难的技术 我国经历16年的时间 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 经过数千次试验 终于在2011年 由神舟八号飞船 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首次实现了无人空间交汇对接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汇 对接技术的国家 实现了从有人到无人 从手控到自动 从轴向对接到近向对接的技术突破 我们在交汇对接的时候 前面的这个时间历程 我们通过地面和飞船 和我们目标飞行器相互协同 我们完成的是两天的交汇对接 在飞船接近到目标飞行器 几十公里范围内之前 它是由地面车控完成的 在后面的发展中 我们实现了从入轨开始 全程自主 更重要的是 我们用货运飞船 完成了一个两小时的 快速交汇对接 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可以这么说 如果是一个经济的入轨方式 两个小时 应该就是这个 快速交汇对接的极限 否则你要怎么做呢 你就要用运转火箭 把你的飞船发射到目标后方 而且是同轨到高度的情况下 你才可能再缩短这个历程 但这样的话 它不是一个经济的方式 当然创纪录不是目的 我们提高了自主的能力 缩短了交汇对接的这个时间 有几大好处 第一 我们提高了航天员的安全性 第二 通过快速的自主交汇对接 来这个可靠的 把我们的飞船停靠在空间站上 第三 就是快速 我们的人员的工作负荷更小 当然 我们自主并不是地面不管 我们的飞控人员 我们的设计师 仍然会密切地关注 我们这个整个过程的进行 精准实施的交汇对接 是保障空间站安全运行的关键 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进入了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 空间站上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开展大规模的科学实验 中国空间站上分布了25个科学实验机会 还有多个舱外载荷挂点 已经载荷实施共110个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 并有17个国家的科学实验项目通过审批即将入驻 那么在这个太空实验室里有哪些令人称奇的黑科技呢 科学是一个探索的事业 我们在科学的研究中要期待机动人性的机会 中国空间站的寻天望远镜 就是这么一个我们应该期待的设施 这个寻天望远镜有什么特点 它口径是两米直径 它的分辨率和哈勃望远镜相当 但是它的四场角是哈勃望远镜 大概350倍 四场角大啊 所以它可以寻天 来观察大概是17500平方度的天区的范围 哈勃是不能寻天的 哈勃望远镜到现在一共只看了几百个平方度的范围 它已经有大量的科学发现 中国空间站的寻天望远镜 有非常丰富的光谱手段 这个丰富的探测手段 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很多机动人性的场面 会要这个出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设施 我相信通过它 也为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来促进我们中国的天文学 进入世界的一流的领先的行列 所以说我们的空间站 无论是为科学也好 为技术也好 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实验场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三舱构型的这个中国空间站 我们今后可以扩展到四舱一个十字构型 我们还可以扩展成六舱构型 可以到180吨这样的规模 所以我们的空间站 我们的国家太空实验室 通过我们未来长时间的努力 一定能够推进中国空间科学 进入全球的领先行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